如果要用兩個字去形容這幾年大多數香港人怎樣過呢 我用難過 難過兩字有兩重意思 第一是心境難過 或者會替別人難過 如果你是鏡粉好不是鏡粉好 你知道紅館的意外 阿摩仍在留意 很多宣傳活動都停下來 你會感到心情很難過 為傷者難過 為你所愛的姜濤Anson難過 但如果你是傷者的父母親人女朋友 你每一分每一秒其實都很難過 其實不要說這些禁足母新聞 過去幾年我們有太多很難過的時刻 至於今天疫情就說會破慢 我們可能安排好一些程序 可能要大打切扣 我們對很多的安排現場 我們有很多的不滿意 不滿意呢 你仍要跟著做 可能我們很不滿意小朋友上學了 原來很多科學活動沒有了 很多和朋友玩的時間沒有了 要戴著口罩回去是很辛苦的 你不滿意 都要繼續做 儘管我們都在疫情下 我們慢慢慢慢很多事情 似乎習慣了 適應了 其實是很不適應的 我每天早上戴著口罩 做兩個小時的電台直播 說完之後差點氣絕身亡 是很辛苦的 即是那種的困難 你很不多 你很難去適應很多事情 其實我們也有很多 很多的不安全感 越有錢你越害怕 我身邊有很多有錢朋友 經常想一下 錢怎麼擺好呢 那些資產都不斷貶值 會不會有一天 很多資產轉移都受限制呢 於是開很多離岸戶口 這裡擺一些 那邊擺一些 擺到自己都不知道錢擺在哪裏 有錢有錢的煩惱 其實我們對明天也有很多的不樂觀 經濟不樂觀 氣候不樂觀 本來正情加疫情都令我們很辛苦 突然間有俄烏戰爭 物價高漲 美國加息 都不關我們事 但很多人打到來這樣 其實有更大的不樂觀 就是像我們一代一樣 在戰後出生的 代替了長者經歷過大戰 在我們的戰後依而遲 我們本來是很安全的 我們覺得我們會在香港最好的時代 我們一生就不會見到再打仗了 我現在不敢說了 紛紛還擦槍走火 兩岸突然間有些矛盾衝突 香港當然不能置身次外 有太多很負面的消息 每天在撤磨我們 於是我們心裡其實有很多憂慮 如果你的憂慮過了某條防線 其實你開始有很多恐懼 就算你沒有憂慮恐懼 你有很多埋怨 其實抱怨憂慮恐懼 都是在磨食我們的心境 於是我們的快樂指數 是不斷下降 我們是很多人不開心 當然有不少基督徒 在旁邊認識不少基督徒 我相信在雙山堂 不知道有什麼情況 很多教會流失得很厲害 我自己的教會是流失得很厲害 而且流失的那些都是比較精壯的 那些只是最打得最做得 那些中堅分子 於是教會其實都有很多問題要處理 很多教務同工都黯然地 悄悄地離開了 於是很多年輕人說 我為什麼還要相信這個上帝呢 我為什麼還要祈禱呢 祈禱都不是很靈 我所祈禱的祈禱 祈禱的情況是越來越差 是嗎 但是我會問一句 在這個時代 除了信仰之外 除了神的恩典神的話語之外 你還去哪裡找到你的安全感 去哪裡找到你的平靜安慰呢 所以今天我就選了 《詩篇131》 《詩篇131》 《詩篇131》就只有三節 是不是最短的 不是最短的 有一篇詩篇 只有兩節 《詩篇17》只有兩節 不過不要少看這三節聖經 無論他在聖經神學 或在聖經文學 都恐有極崇高的地位 今天我想是許牧師的首筆 封面文章 不過現在真的很慘 《詹木同工》很用心寫篇封面文章 會細心閱讀有多少個呢 可能回到一個鐘頭寫篇文章 哇 那你們看也不會看的了 即是變得真是很浪費 那篇文章都引述了 可能許牧師很尊敬 也都是我很尊敬 很欣賞一位當代的牧者 幾年前過世了 Eugène Peterson 不得生牧師 他譬如說是牧師當中的牧師 很受駕木同工的宣崇 他的作品很獨特 也有相當大量譯成中文的 基本上我都看了很多 學很多東西 只要我沒有機會 能夠去大師門下去聽書 但幸好透過閱讀 可以偷到詩 封面文章對詩篇有很獨特的看法 是華人神學家懷目者看不到的角度 他形容詩篇131 是一首維護保養的詩 如果你在家裡有一輛車 正常來講半年要檢查一下 會不會有檢查各方面的東西 沒有車的話 家裡還有幾個盆栽的 都要每早上 臨後花一點好熱 会不会浪费他呢 很多东西都要维护保养 于是你买个电器 现在都有的 有个保养卡 通常有点骗你的 因为保养一两年一定不会坏的 第三年要付钱的 其实维护保养 其实他不需要你保养 买护身的 但是维护保养 其实很重要 在我们身边来说 我们最新看了 在当中很多长者 长者很多都是三高一族的 又要吃血糖 又什么 女士们开始 现在三十岁以上 要开始保养了 皮肤各方面的东西 身体要保养 基件要保养 食物保养 但是灵性 是更加需要保养 为什么灵性保养呢 Eugène Peterson 不得失牧师就说 诗篇一三一 就是一首 维护保养的诗 就是说 你要经常读 经常思考 就是保养我们的灵性 保养什么 平静 安 有时教会都说得太多 很有挑战性的软障 说得太多 其实我们自己做不到的 伟大的事情 但是我们做到一件事 就是 保持着心平静 安稳 其实是很难的 其实是很难的 但是圣经有太多的人物故事 在他的故事当中 我们看到一个 很特别的熟灵力量 就是 临危不乱 柱变不敬 有很熟悉的人物叫弹以利 很熟悉的故事 我从小读他的故事 以熟能长 近期再看回 圣经记载 是第理书第六章 当巴伦王被残臣疏牌了 不自觉地要 竟然是立法律 就不准在拜别的神 其实这个法律本身是针对弹以利的 但王一时糊涂了 就签了他的法令 结果 就哀悟但以利 是不是每天继续祈祷呢 先记载 但是你什么都没有做 没有去王面前呼求 呼冤 或者用自己的权力 用自己各方面的政治力 去改变一样东西 他做什么 尋常一样 每天三次 打开住所的窗 向着耶路撒冷 每天三次 恒常地祈祷 所以 面对世代的无常 最后的方法 就是信仰的恒常 传道书九章十七节 宁可在安静之中 听智慧人的言语 所以每个礼拜 回来教会 听牧师 传到人讲道 不会讲那么多 什么世界啊 社会的事 就讲神的话语 这是自己的谓话语 不要听那么多 愚昧人的哭声 太多噪音 所以不要听那么多噪音 这两句话 我近期在很多的公开讲座 和特别是一些培训课程 都会引用 就是出意外 是新的常态 很多日期我们没得预测 下星期发生什么事都不知道 很多意外发生了 我女儿本来二月结婚三月结婚 一拖再拖 延到八月初 终于走到来 终于摆到走 如果你下星期结婚你又烦了 那些亲友不知道来不来好 有很多金饭我不去了 于是订了走职 结果一半人没来 你怎么算好 那个焦虑真是很折腾人的 但是过几月 我和女儿未来女生祈祷 我都这么说 我们有Pan A Plan B Plan C 但是无论什么情况下 我都能够安然去接受 轻松地去面对 这是最好的 出现了新的常态 复原力 当以外发生之后 当很多事情变化的时候 肯定受冲击 你完全没有影响是假的 那个 真的不正常的 突然间 做很多事情Pan好又不行 2019年 是我结婚四十周年纪念 我从2018年开始Pan 2019年如何去庆祝呢 和太太决定了 我们回到蜜月的时候 去日本旅行 我们找回带子的行程 我们自己去 我们住回东京住的酒店 又被我订到了 我们去回富士山浸温泉 我们以前住的一家没有了 我一家更漂亮的 于是存了很多年 那些 mireage 可以换到两张 商务位准 商务位 卖位安排好 19年不能去 只要退 没所谓 上网又改改 20年是否可以 又不能去 那退到21年呢 又不行 今年看着可以去吧 都不行 所以我上星期 又做回那些手组 保持着那些分 2023年去不可以 都不知道 但我一定会去 和他斗命长 復原力制力 你不要给这些东西 影响你的心情 当然不去 日本都有很多 慶祝活动的 每年就 staycation 香港很多地方可以玩 但是最后 这些东西突然间 决定了 办好 又不能去 又cancel 又办过 挺烦的 但不要给影响你的心情 我们很快 不开心 多久 15分钟 15分钟之后 又继续回来 这个復原力 很快 恢复常态 面对世代的不安无常 我们正是用这个 信仰的行常 平常去面对 有时不用做那么多事 譬如教会最近都不断去找我 李三帮来讲个talk 说我们很多人流失了 我们很多会议 很担心 将来会不会 宗教政策 有很多改变 我们看很多报道 看很多专家 这样分析分析 我们怎么装备呢 我们看下 越想越想越惊 越装备就越惊 越惊 恒常 教这个恒常 讨读经 生活 够了 不够 这就是你平时没有做到 平时做得不好 好 我们看圣经 那些圣经 只有三节了 今晚你乖乖地背了它 不难背的 背了它 当你凡躁不安 心里面很多波涂起伏 为什么平静安分呢 开始读圣经 三节圣经很特别 这张圣经有这么高平压 第一 它有很高的神学的内涵 有很高的文学的智慧 其实三节圣经 第一节 当然来说 向神说的 第二节 向自己说的 第三节 大卫的诗是向以色列人说的 对我们来说 我们向其他人说的 三节圣经 三个对象 而又说 我的心不狂傲 我的眼睛不高傲 众带和叉不透的事 我也不敢行 我想说了 我们难过 我们有四个不 我们不安全 不满意 不习惯 也不乐观 都有四个不 这四个不就很特别 是向神说的 是向神说的 就是一个向来野心勃勃 向来非常自负 自高自大 向来做事任意妄为 因为我很聪明 我什么都敢做 开始转变 向神倾心 吐疑 向神 去认罪 一个狂傲的心 狂妄的心 我不敢了 那个高傲的眼 但看不起人 因为我最能力 我要放下 重大 七个事情 以为自己 我就专做一件事 没有人敢做吗 没有人懂 我去做 因为我很能力 一个狂妄 持大的大位 终于 能够放下 很多人以为自己可以当家作主 我这么努力 我这么好计划 我什么都敢做 我什么都做得到 这个是人心里面 一个普遍现象 人心的狂傲 还没有位置 让神站在 大卫一段很长的时间 其实大卫一生 大家知道 很多波折 他是一个神很弃重的人 一个神很爱的孩子 当年挑战过尼亚 一战成命 于是人生就换鬼 走上了一条不良的路 后来可以执掌王权 继承一个伟大的帝国成立 但是人心难参 他的狂傲 他的不羁 眼目的情欲 做出一些 绝对不可以做的事 杀其夫 夺其妻 但是神仍然怜韻他 因为他懂得悔改 是真正的凝聚 所以一个狂妄自大的人 猛烟回首 终于敢向神 轻心吐意 其人都有 很大程度的 以自我为中心 你凡是自我为中心 你慢慢慢慢 你就会做很多事 去达到自己的目的 有时候我看世上很多的领袖 我发觉没有谁是值得我再去尊敬的 很多其实高言大致背后 好听的背后 其实都有自己的私欲 自己的野心 或者一种人在政治江湖 不得自主的情况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大卫一生可以有这样的情况 于是这样对神说话有四个笔 面对崎嶇人生路 想到哪里有真正的平安呢 他这样面对神的痛悔朴白 他心不在狂傲 眼不在高大 太多差不多的事 是不会轻举妄动 这个最大的转变 就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 转到以神为中心 因为靠自己的能力 智慧 我去看我人生路 转移到一个信靠交托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他从虚浮的自我 进入实在的 谦卑 实在的谦卑 这个对我们每个成年人来说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我们信耶稣之后 最大的改变 很多诗歌 很多经文都交一样东西 我们完全的交托 信靠 但是为第一节对神的倾心 吐疑 第一节对自己说 我使我心安稳平静 好象母亲怀中断奶的孩子 我觉得深圳里面如同断奶的孩子 这是私人的比喻 比喻是比喻 我们不要将它很实体化 可能有些人是做医生的 有些可能是刚刚生了 小孩的母亲 断鞋子是这样的 私人的比喻就是比喻 比喻引起我们有很多想象力 所以这节经文主意带出来是什么呢 第一 就是驾驭自己的心 放下才能够自在 唯有经历人生的历练 你能够真正的不动心 这节经文最关键的用词就是 用断奶的婴儿 比作神人关系 回归简单 爱中无缺 稳妥平安 但是很巧妙地用了断奶的婴儿 如果未断奶 那些婴儿 硬手硬脚 经常哭呱呱吵 很多东西都很难控制 刚断奶了 很安静 在母亲怀中 有一种肉断 未断 欲离未离 那种微妙的关系 但是用来形容人的关系 我们既要倚靠神 完全的信靠 既不轻拒妄动 但最重要是回归简单 完全的信靠 宝贵在母亲怀中 绝对安全感 母亲绝对会保护他 那一刻 准管不需要吃奶 但是知道 爱中无缺 这一节的经文 大卫的诗句 很清楚 比较关系 用断奶婴儿 又可以说出 是一种切割自我 的过程 就是说 你本来很自大 好样样东西 以我为主 我喜欢怎么做怎么做 突然叫你 你要将东西切割了 你不可以再以自我为中心 那个过程 可以很痛苦的 有时神是用某些经历 让人去改变 但是主要改变 就是自然的改变 不需要 神用出手 来严厉的管教 而去切割自我 唯有知足 我才知道不足 中人所谓知足 知足常乐等等 其实是一个 尽量将你的要求 是降低 要是你知足 有几餐饱饭吃 安安然然身 你见到就知足了 但是其实 圣经上的知足不仅如此 知足就是 相信神的恩典 够利用 正如此 你要知道不足 哪些地方不足 你要做得更加好 你的信心不足 你爱心不足 你侍奉热情不足 你对人的真诚不足 哇 你看保罗的教导 有了这样 又要那样 你读 歌林大学十三章 爱心篇 唱歌好唱 哇 大声唱 看回自己 爱是恒久人代 又有恩赐 爱是不自夸 不倒计 不自夸 不不不不不 没有一样做到 没有一样做到足的 那就是你的不足 所以我们要知足 在物质方面 我们觉得天恩足够 灵性方面 继续追求 不足之处 在哪里了 就是断乃婴儿 那个比喻 我特别在电经文 可以看到 我们的心 好像婴孩一样 纯正 但我们的智 好像成人一样做 耶稣曾经在三日圣经 和他的门徒说 让小孩子尽我 借女来 因为尽天国的 就是这样的人 那种的单纯 但是可能 大胃哥都不够 好像婴孩 刚刚断了奶 在母亲怀中的平静 安稳 完全的信靠 神啊 交给你 但是呢 智 好像成人 那么稳重 很多人觉得 我要为神做大事 不过我 自从懂事以来 懂事者 就是懂神以来 我都是这样说 我要为神立大智 不过神呢 我可能做小事 不一定做大事 智要大 但是不一定是要大事 一做大事 其实 很大程度 你就希望 我去做大事 显示我的能力 其实 做大事 本身有事 就是一种 自我的表现 第三节 以色列 你当仰望 而我说 从今时 直到 永远 从今时 好像是一般的诗篇 最后一句 都是用一种 感谢交托 来终结 但是呢 因为 大卫是 一国之军 于是 他有这样的 江湖地位 是向他全国的子民 说 所以这句 的诗篇 基本上 都是向众人说 对于我们一般信用来说 我们向别人说 是对世人的 勸勉见证 贵为君王 他懂得 躬身自省 因为他经历过 凡躁 不安的运沌 他经历过 当他不断以自我为中心 狂妄自大 任意妄为的时候 其实 表面上 没有人可以干扰到他 但是他 内心 神是有责备给他 他其实 是凡躁 不安 他走过低谷 终于进入了一个 成熟 安息的境界 他不提供自己 是心力成福便无所求 全心的仰望 第三个经文 对我们现代信徒来说 就是说 如果 我们心里面 拥有那份的平静安稳 这一种是 一种离翅 属灵的力量 带给我们 在浮躁多变的时代 如何找到一种平静安慰呢 你要懂得与人分享 与人分享 不是什么高人大事 也不是什么出 有很多特别的智慧 而在你的生命的见证 很简单的 个个浮躁不安 小小事情 就会 扯火 小事情 就会 很发疯 你发现任何问题 回到公司 哪里好 很多同事 你的上司下属 其实都有一种情绪不稳定 你发现的时候 你特别是稳定的 没有事发生 如常生活 如常翻教会 要是我过了几年 自己一个再重新 其实我一直的定位是这样的 刚才有弟兄跟我说 一句上过我读 我特别很强调 几年前都说了 我们要怎样 好像静水心流 这一时代 很多人做事 不过教做 总希望一石 激起千重落 做出来 水花四浅 很多掌声 很多宣传 但是基督徒做事 要好像静水心流 我们游得很深 但是 看不到波涛 无论如何 我们依上 依旧的生活 原来这个就是最好的见证 我上次来讲到 都跟大家分享过 我基本上 每个礼拜都被人问我的问题 就是我会不会走 有些善意的提醒 有些是很想我认同他 有些想探测政治的行情 个个动机不同 但是其实都是足以关心 我从来不会 一个答案给他 我只是说 我讲到排到2024年 是2024年 不用答什么 一切如常 工作2023年 排了很远 我2023年 还要去日本 保渡 这个结婚四十周年 去不了什么 我2024去 就是问题的 正常的生活 我们从撒那光辉 大卫追求撒那光辉 人都追求撒那光辉 是一种永恒的福 特别的时候 我觉得第三个圣经 对我来说 或者对可能牧师 来说 教育同工来说 都很重要 我们除了自己保持一种平静安慰之外 如果让弟兄姊妹看到教会的领袖 那种平静安慰 为了这样才产生一种很特别的感染力 会和某个国家发生一些大事 我特意去到那个国家的媒体 去看看什么独特的报导 前一阵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遇息 就死了 我上去日本的NHK 日本放送协会 看看有什么特别的观点角度 发现没有什么能够找到 每一周我看到 在NHK有一篇很特别的文章 就讲一个很特别的故事 就在日本某个地方有一位失明人士 他不是先生失明的 他是后期失明 于是他心里面有很多的埋怨痛苦 他人到中年仍要努力工作 每天他在自己工作的地方 都要坐巴士去一段地方 去另一个站就要工作 而每天你知道失明人士 上车下车是很辛苦的 于是每天都会觉得是很辛苦 很想不做事 很多埋怨 但不做事又不行了 突然间入学 他感觉到有一只小手 一个很幼嫩的小女孩 小学生 他说叔叔 你搭着我 我扶你上车 上车 叔叔那里有个位置 我带你过去坐下 于是那只小手 就拖了他一段时间 在车上他们很开心去聊天 于是他每天最辛苦是什么呢 就是坐巴士那段律程 但你一发觉 每天最开心是什么呢 有一只小手 突然间有一天 小女孩跟他说 叔叔我毕业了 我去其他地方读书了 我或者不可以再拖到你了 再见 叔叔 这位日本大叔就很闭闭 他不单止没有了一只 拖着他的小手 好像没有了一种带领的力量 但突然他上班的时候 他又一个小手拖着他 叔叔 我是哪个同学 我带他两班的 我就坐一辆车的 我带你上车 又拖他 就上车 于是者 这小手不断的接力 这位大叔真正退休 是有十多年的时间 他就向传媒说回这个故事 NHK特别将它 摆上了一个网站 大家可以上网搜索这个故事 标题叫做接力的小手 接力的小手 是令到一个凡躁不安 对生命很无安全感 很多恐惧 很多埋怨 很多与与大叔 化为一个心境平静 今天 你命我 有没有小手拖着我 没有小手 有耶稣的手 每天拖着我 永远永远拖着我 同心祈祷 多谢你今天能够来到 孙餐堂 同餐 同姓姐妹去分享 诗篇一三日 一篇令到我在 种种的 亡乱当中 得着安息的诗 如今的信息 诗人的信息 诗人的感动 令到我们在当中 无论什么年纪 可能心里面都很多的记挂 很多的不安烦躁 很多的忧虑抱怨 让圣灵的话语 亲自安慰 当我们烦躁不安的时候 记住诗篇一三日 祷奉耶稣命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